之前我一直都是翻開一些比較傳統的教會 我們主要會著重在聖經上的研讀 但在聖經上一直有提及過聖倫這件事 我自己雖然每一次禱告都會經歷神的平安和喜樂 個人都會覺得很輕散 但我從來都沒有試過什麼叫聖倫臨在 或者他去攜換我的因果是怎樣 我從來都沒有經過 我在網上看到牧師拍下了一些短片 令我很好奇究竟冰聖倫充滿的感覺是怎樣 所以我就WhatsApp她說我想參加這個聚會 今天有一個姐妹很好,很熱心 她很主動地和我討論 我想大概講了40秒左右 我討論很快很快 我已經覺得我站不穩了 而且覺得頭很熱 從頭頂一直燒下去,燒到頸上 但我感覺到她是想繼續燃燒下去 但又好像有些東西攔住了 然後一直都集中在我的頭部,覺得很熱 然後過了一陣子就過了 那陣子的熱力 然後去到中間,大家一起敬拜 懂得釋放我肚子 那我經歷了第二次 那我覺得個人很輕鬆 突然覺得個人很輕鬆 但這次的熱力就不是由頭到頂 是由兩個掌心那裡 好像拿著一個很暖的球 那又未去到火球,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那左手右手都有一個很暖的球 在我掌心那裡 但又沒有繼續燒上她的手臂 又沒有落到腳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明白 接著就慢慢 大英姊妹就過來 為我祝福吐布 那我越來越輕鬆 那先前剛剛聚會一開始的緊張 都越來越放鬆自己 那更加多神的同胀 和愛就湧入了我心裡面 那但我也感覺到 我去到…就算去到最後 我都依然是很緊張,很緊張 就是未完全打開我所有心灰 那…不過這個體驗對於我來說很神奇 我覺得…很…很神乎其的 對於我來說 對於我來說幾句說 我就有…就有暖粒粒的感覺 我覺得很神奇 那希望大英姊妹都可以繼續看武神 就是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看武神 就是我希望我跟她可以更加親近 我希望我可以更加大地經歷到她 我亦都可以希望大英姊妹會在愛… 神的愛和她的計劃裡面 那以後我們一起向這個方向進步 前面的音樂